小弟今天用智慧 一起来做学习 以及分享 首先 这个智慧 小弟分成两个部分 来做分享 第一个是神的智慧 第二个就是人的智慧 我们先从神的智慧 开始谈起 神的智慧 智慧是神的本性的一部分 神用智慧创造天地万物 我们首先先来翻开 真言第三章 真言三章的第十九节 真言三章 十九节 在九月圣经七百七十一 十九节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 以聪明定天 这边就讲到 神呢 他以智慧立地 以聪明定天 那神呢 他也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 那就在川世纪的第一章也讲述到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神创造天地的第一天创造了什么 第一天创造了什么 好 有人回答了 没错 第一天创造了光 我们不知道的 可以翻开川世纪的第一章 第一天创造了光 那第二天呢 第二天创造了空气 第三天呢 神让这个地和海分开 第四天 神造这个光体 这光体就是指着 太阳月亮以及星星 或是 会发出光的一些光体 第五天 神造了水中 还有天空的活物 那水里呢 就是 水里的 鱼啊 螃蟹啊 蝦子 或是水里的一些牲畜 那天空呢 那就是飞鸟 天空就是飞鸟 那第六天 就是神创造了 地上 会爬行的昆虫 以及走兽 还有 神说 他要造 用他的样式 来造人 这是第六天 那第七天呢 神就歇了他 一切的功 安息了 就是 在第七天 神创造了安息日 这就是 神 用他的智慧 用这七天 创造 用他的智慧 来 建立 那神的智慧呢 造了一切 那我们先来再来看 十篇的一百零四篇 二十四节 四篇的一百零四篇的二十四节 这边也讲到说 耶和华啊 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我们今天 神呢 虽然造了我们人类 很多很多的 我们眼睛所见的 就是 神创造的事物 是多么的美好 我们到了这个山上 我这样看 天空有飞鸟 听的这个鸟的叫声 水中的鱼 都是多么的美好 从这当中 我们就是 都知道神的智慧 超乎我们人人所想象的 就像 鱼呢 它如果在陆地上跳啊跳 它会怎么样 它会死亡 很奇妙哦 可是它为什么在水里 它就可以活 这就是神的智慧 神的奥秘 它在陆地的时候跳啊跳 可是它在水中的时候 它就可以游 它没有脚 那 像狗 虽然它可以在 水里游泳 可是它 游一游 游久了之后 会怎么样 会很累 很累之后 就没有力气 就会沉下去 可是 狗在水里能活吗 它不能活 它却只能在陆地上行走 这就是神创造这些动物的奥秘 所以神的智慧呢 是 多么多么的 值得我们去称赞 称许的 那智慧是奥秘 那隐藏 无法明白 对神呢 来说 这个智慧 却是显露的 我们来参考 约伯记的28章 约伯记的28章 20节 到23节 约伯记的28章 20节到23节 20节讲到说 智慧从何处来呢 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是像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 像空中的飞鸟掩壁 灭墨和死亡说 我们风闻其名 23节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晓得智慧的所在 这边 20节21节这边讲到 智慧是从哪里来 智慧就是从神而来 因为 待会会讲到 是一切所有生命眼目隐藏 像空中的飞鸟掩壁 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智慧 智慧是我们人所看不见的 这个生命呢 它掩壁 空中的飞鸟掩壁 隐藏 空中的飞鸟掩壁 就是比喻说 这个飞鸟呢 你在飞鸟当中也寻找不到 那23节也讲到说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晓得智慧的所在 因为 这个智慧呢 刚刚也有讲到 智慧是神的本性的一部分 神的本性的一部分 我们再来参考 我们再来参考 那个真言的二章 真言的二章 六到八节 这边就有告诉我们 真言的二章六到八节 六节 因为耶和华吃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 都由他口中而出 他给正直人 存留真智慧 给行为存正的人 做盾牌 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 互必前进人的道 这边就讲述到 耶和华吃人智慧 所以智慧是从神而来 不是我们人都有智慧 聪明也是从神的口中而出 他给正直人 存留真智慧 给行为存正的人 做盾牌 所以我们今天 要得着这个智慧 我们首先要守住神的道 那行在神的路上 才有办法得到神的智慧 很多时候 我们人往往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都会怎么样 我们都会透过祷告 就是祷告这方面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夫 那小弟以前在 应该是在国小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同伴 他从小都没有来聚会 可是他只有来安息日 每一次每一次的往上 应该是说在学校的时候 小弟都会邀约他说 今天晚上要不要来聚会 他都说好 可是我每一次每一次的聚会当中 我都期盼着他能够来 可是却没有出现 所以在这当中 都会跟神讲说 神啊 你为什么没有让那位弟兄过来聚会呢 就在有一天很奇妙 我那一天不祷告 不是不祷告 就是不为这件事情而祷告的时候 就在聚会前的祷告当中 我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 很奇妙的 他竟然 应该是祷告完结束之后 他竟然出现在我的旁边 我就吓一跳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为这件事情而祷告的时候 不是神没有在垂听我们的祷告 而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 那为什么神会在我 准备放 应该是神在我这个放弃的状况下 让我应验了 我跟神祷告这么久 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祷告 那却没有得到 这位弟兄的回应 每次答应我说要来加会 可是就没有来 可是就在我放弃的那一剎那 神就让这位弟兄出现在我眼前 那一天晚上就跟我一起聚会 从那时候 他就常常常常的会晚间聚会 每次我邀约他他就会来 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在 一想不到的时候 神就会透过这个方式 给我们鼓励 给我们这个 应该是说 在这当下 你已经要放弃 可是神却鼓励着我们 告诉我们说 神其实都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神也知道我们跟祂求什么 可是我们却在最后 还没有得到 神还没有回应我们之前 我们却放弃了 这就是为什么 祷告跟神之间我们这个桥梁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 我们想不到神的作为是什么 这就是神智慧的开端 那 智慧的基础呢 就是敬畏神 刚刚也讲到 我们要跟神有很好的交通 那也是在祷告上也要跟神有连结 那我们也来参考这个真言的第九章 真言的九章第十节到十二节 我们这边我们大家一起念 九章的十节到十二节 我们大家一起念 十节 这边也告诉我们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教会 你要得到神的智慧 一定要敬畏祂 你一定要敬虔畏惧 这个敬虔就是 你要在心中无时无刻 你都要把神放在你的心中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到教会 我们是一个很敬虔的人 可是我们到了学校 到了我们的工作场所 会怎么样 变了一个人吗 或是变了一个不一样的人 讲话很不好听 或是对人不好 所以这边也讲到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我们今天要 懂得敬畏神 再跟神去求这个智慧 神才会赏赐给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 连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桥梁 或跟弟兄姐妹 相处得不愉快 你觉得我们这样 会有得到神的智慧吗 所以说 我们做人处事上 要去学习的很多很多 那11节也讲到说 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 年岁也必加添 所以这边也讲到说 我们如果借着神呢 日子就会增多 年岁也会加添 这个都是神应许给我们的 你若有智慧 是与自己有益 我们如果有智慧 我们今天有智慧 你就会选择 你所要走的方向 你所要行走的道路 你所要认识的神的道理 你都会知道 因为神赐你智慧 神让你明白 从圣经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说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你若谢曼 就必独自当当 这边讲到 你若谢曼 就必独自当当 这个谢曼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要怎么讲 就是你在行为举止上 可能没有得到神的喜悦 然后在你做的事情上 都不容要神 让神觉得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所以你的所作所为 就必独自当当 这边讲述到 那我们要顺服神的智慧 以及祂的引导 然后过着和神旨意的生活 如此行 就必得着生命 并蒙神的恩惠 那我们也可以来参考 这个箴言第八章在旁边而已 32节到36节 32节这边讲到说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要谨守我的道 变为有福 要听孝训 就得智慧 不可弃绝 听从我 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们旁边等候的 让人变为有福 因为寻得我的 就寻得生命 也必蒙热华的恩惠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心命 恨恶我的 都喜爱死亡 我们来看 33节这边讲到 要听教训 就得智慧 不可弃绝 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 能够在教会 听到传道者 或是一些指示 负责人所讲述的道理 我们从中当中 就像之前所领受到的 从中当中 我们要了解说 这些话语 对我们自身来讲 有没有造就 从中我们要去吸收 就是要听俊 听俊这个教训 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智慧 然后也不可以弃绝神 然后再来看到 36节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恶我的 都喜爱死亡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就是得罪神的 你会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恶我的 都喜爱死亡 所以说 我们今天 能够在神的爱中 一起聚会敬拜神 这都是神的福气 我们要想想全世界的人口 现在全世界的人口 可能有70亿左右 甚至更多 在这个70亿的人口当中 我们正耶稣教会的人 有多少 全世界正耶稣教会的人 有多少呢 所以说 我们竟然得到这个福分 从神而来的这个福分 我们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这边也讲到说 如果得罪神的人呢 他就会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恶我的 都喜爱死亡 为什么 你既然今天都不想亲近神了 那你会觉得 你想要进这个天国吗 或许你想 可是没有动力 可是你也要 在这边讲到 得罪神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跟神悔改 就像大卫一样 虽然他得罪了神 可是他跟神悔改之后 神还是喜悦大卫 神还是很爱大卫 所以他也是应许他 应许大卫 要让他的子子孙孙 成就他的国 直到后代 只是很可惜的是 他没有办法为神建造这个圣殿 这就是大卫他可惜的地方 再来我们就讲到 人的智慧 那小弟分成三个部分 人的智慧 那第一个部分 首先要讲到的是 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所学 的事上 就是我们的技能 可能有木工的 或是工程师 或是手工艺 或是做業员 之类的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他的智慧 知识都不同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他有他的技能所在 这就是 人的智慧 这个人的智慧 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就会的 也是要跟人家学习 如果今天 我们不了解 不明白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些知识 这些智慧 那 人呢 可以透过这个学习 去明白 每一个每一项每一项每一项的工作 那 这个智慧 也是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说 我们人一生来就有这个智慧 因为刚刚讲到 智慧是从神而来的 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智慧 那 这个人是 应该是 人是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知识 他的技能所在 所以从中当中 我们都要跟神去祈求 那第二个讲到的是 知道如何做事 有领导能力的人 懂得去分配工作 例如这个 国王有智慧 可以断人民 能辨别是非 我们 来参考这个 烈王记上的 第三章 烈王记上的第三章 第五节 这边讲述到的是 所隆门王求智慧 我们先来看 第五节 在即便夜间梦中 耶和华向所隆门显现 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我们再看到第九节这边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 因为 可以判断你的名 可以判断你的名 能辨别是非 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 所以神他在梦中 耶和华在梦中 跟所隆门王显现 就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呢 神告诉所隆门王 你可以跟我求 所以在九节这边就讲到说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 所以这个所隆门王 他就跟神求了这个智慧 在十五节 所隆门醒了 不料是个梦 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站在耶和华的约会前 献凡祭和平安祭 又为他众尘朴 设摆宴席 所以虽然这个是在梦中 可是呢 所隆门王还是相信 神的智慧会临到他 就在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这边讲述到 所隆门王他判断 这个一件断案 一个案件 就是有一天呢 有两个妓女 来到这个王的面前 有一个说 我主啊 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 她在房中的时候 我生了一个男孩 十八节 我生孩子后第三日 这妇人也生了孩子 我们是同住的 除了我们二人之外 房中再没有别人 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 压死了她的孩子 她半夜起来 趁我睡着 从我旁边 把我的孩子抱去 放在她怀里 将她的死孩子 放在我怀里 二十一节 天要亮的时候 我起来 要给我的孩子吃奶 不料孩子死了 极致天亮 我细细的查看 不是我所生的孩子 那妇人说 不然 活孩子是我的 死孩子是你的 这妇人说 不然 死孩子是你的 活孩子是我的 他们在王面前 如此争论 王说 这妇人说 活孩子是我的 死孩子是你的 那妇人说 不然死孩子是你的 活孩子是我的 二十四节 就吩咐说 拿刀来 人就拿刀来 王说 将活孩子 披成两半 一半给那妇人 一半给这妇人 活孩子的母亲 为自己的孩子 心里疾痛 就说 求我主将活孩子 给那妇人吧 忘不可杀她 那妇人说 这孩子也不归我 也不归你 把他批了吧 王说 将活孩子 给这妇人 忘不可杀她 这妇人实在是她的母亲 以色列众人 听见王这样判断 就都敬畏她 因为 因为见她心里有 神的智慧 能以断案 阿们 这边讲述到 所罗蒙王 他断了这个案子 就是这个两个妓女 两个妇人 为了这个小孩子 来到这个所罗蒙王的面前 那所罗蒙王呢 他在当下 因为在当下 他不知道 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 叫人 拿刀子来 要把这个小孩子 批成一半 分成两半 然后 我们来看26节 活孩子的母亲 为自己的孩子 心里疾痛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今天我们是小孩子母亲 我们第一个时间 一定会 极力的访对说 不要不要 绝对会跳起来 可是 在 后面 26节的后半段 就讲到说 那夫人说 这孩子也不归我 也不归你 把他批了吧 所以 这个所罗蒙王 可能看到这边 他就很明白的 知道说 如果今天我们是小孩子的父母亲 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 就会跳起来说 不要 不要杀了这个孩子 就会讲说 把孩子给他吧 一定会这样子 可是 这个妇人呢 他却讲说 这孩子不归我 也不归你 把他批了吧 所以 所罗蒙王 他从这边 就很明白的 知道说 今天如果 换做数 我们绝对会 跳起来 告诉说 把孩子给他吧 所以所罗蒙王 从这边就知道 这个母亲 才是真正的小孩子的妈妈 所以在这当中 以色列众人 他听见 王的判断 就都敬畏这个所罗蒙王 所罗蒙王就在这个当中 他就知道 神允许了他 赐给他的智慧 那第三个小弟要分享的是 如何做人 具有思想 行为正直 人际关系良好的 说话合一的善于沟通方式 这就是我们在工作职场上 所要去知道的 在工作或是学校 我们的行为 会影响我们之后 如果今天 我们的行为不好 你觉得会荣耀神吗? 我们如果今天行为不好 会荣耀神吗? 我们去想一想 我们在外面 学校的生活 跟工作职场的生活 如果今天第一天 你踏进这个职场工作的时候 你会第一个时间讲说 我是信耶稣的 我是正耶稣教会的信徒 如果今天大家都很勇敢的 这样讲的话 那真的是很荣耀神 因为 如果今天我们第一天的行为不好 不荣耀神的时候 再相信 相信我们之后 会把耶稣这个名字讲出来吗? 可能很困难 因为人家会贴标签说 你们信耶稣的都这样子 我们真的很怕我们在工作 或是在学校的时候 被人家讲这样子 我们去想一想 这就是我们要去省私的 今天如果在工作职场上 就像讲到的人际关系 以及这个沟通方式 所以说我们说话要合一 才能够荣耀神 才不会得罪人 得罪神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 就是要学习到这个智慧 就是要学习到这个智慧 所以我们 像小弟 我在工作的时候 自从我国中 国小吧 我几乎都不讲脏话的 不带脏字的 小弟都不会带脏字 都不讲脏话的 这是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是信神的人 你讲话 讲出这些不合神的意的话 虽然只是那几个字 可是 觉得不合一 所以 因为小弟在从小的这个阶段 我的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讲脏话过 这就是 家长跟小孩子之间 父母亲一定要有这个典范 小孩子从当中 会学习 其实小孩子在从小的时候 就会看 父母亲的行为 所以我们都要有 很有这个智慧 我们要去了解说 不管是在孝孙方面 或是在 言语方面 其实小孩子都会看我们 父母亲的行为 所以在刚刚讲到的这个 说话合一的部分 我们都要很了解 很明白的知道说 什么话可以讲 什么话不可以讲 因为我们今天是 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我们是站在主的道路上 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明白 什么话可以说 什么话不能说 这就是 第三层次的 那最后我们再放开两个章节 真言的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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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说 这边说 这边讲述到 舌头会被 必被割断 还有 恶人的口说乖妙的话 所以说 我们今天要做一人 还是要做这个恶人 就在我们的舌头上 能决定 舌头很重要 我们的嘴巴很重要 他可以让你这个人 因为一句话 因为讲话不合宜 然后去跟人家的关系处不好 人家会不想跟你讲话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从神求智慧 跟每一个人讲话方式要合宜 最后我们再来翻开 箴言的23章 十九节 我们大家一起念 箴言23章 九月圣经七百八十六月 十九节 一北念 我而你当听 单纯智慧 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阿们 这边讲道 我而你当听 单纯智慧 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所以说我们今天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要存智慧的心 神也会在我们的道路上引领我们 引导我们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的时候 就是放在祷告中 有时候不合我们心意的时候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时候 常常会听到人家讲说 都有神的美意 可是如果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有办法想得这么开吗 如果换作是我们 听到别人告诉我们的时候 这都是神的美意啊 可是却往往这个伤痛或是这个事件 让我们走不出来 人家说 这都是神的美意啊 我们要如何去面对 唯有祷告神 跟神祈求 这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智慧的不同 神他就是智慧 那我们人呢 就是要跟神求智慧 要明白神的道如何 所以感谢神 今天小弟就用这个智慧 一起来分享 了解明白神的道理 那我们最后 一起来唱赞美诗